一场意外让五百年前的神医穿越到了现代 他从河里爬起来 原本深不见底的河水如今却成了小溪 他们是什么人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明显已经不是他认知的世界 许仙赶紧来到桥上 看着熟悉的碑纹 没错 我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呀 可周围的一切为什么这么奇怪 凭借记忆 许仙决定去寻找五百年前的家 可是当他找到石 这里已经成了遗址 只剩下一块石碑 和自己磨针石留下满是沟壑的石头 无家可归的他走在大街上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家客栈过夜 他看到幼儿园的招牌 以为这里就是客栈 许仙刚要走进去 头顶的声控灯突然亮起 吓了他一跳 他拍打玻璃询问有没有人 却又触发了警方 吓得他抱头逃跑 接着他看到有人按了一下铁门门就开了 他也学着赵总 许仙吓得把腿就跑 最后他朝着万家灯火大喊起来 接着他就被保安赶了出去 许仙无意间发现了和自己家一模一样的招牌 会民属 他告诉大爷自己是从古代穿越来的 现在身无分文又无家可归 希望大爷能收留他一晚 大爷看他可怜就答应了 这时许仙的肚子又咕噜咕噜叫了起来 大爷给他端了一波蛋炒饭 他告诉许仙 他让大爷替自己谢谢来 接着便拿起勺子尝了一口 这也太好吃了 想当时来扶留给自己的他十分感动 吃完饭他拿出素针给他的消炎药 不知道怎么吃的他 竟直接塞进嘴里干嚼了起来 这味道也太上头了 苦得他到处找水喝 发现了桌子上一盒过期的牛奶 结果第二天就冒起了肚子 看来医生说的没错 过期的食物不能乱吃 许仙来到院子里向大爷问走 看到一旁的大黄狗便想要上前抚摸 大爷提醒他这种脾气可不好 小心他咬你 结果平时生人物尽的大黄和许仙很是亲热 许仙问大爷狗的名字叫什么 许仙疑惑着名字怎么这么耳熟 他看到地上来服没吃完的饭 他意识到自己昨天和来服吃的净是一锅饭 顿时恶心地吐了起来 接着许仙想起素针叮嘱他今天去医院换药 于是就想问医馆的伙计借点盘缠当路粉 小胖说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骗吃骗喝不说居然还想骗到我的头上 于是就把他轰了出去 许仙一扭头看到了路边的一辆自行车 想起曾见别人骑过这个东西 他好奇这是什么坐骑 于是便骑了上去 骑着骑着 前面出现了一个大斗坡 他相信现代的坐骑肯定了不得 于是深吸一口气就冲了下去 结果 Doesn't they � Hashtem unos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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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